男人的抽屉里有两包烟 一包中华一包大前门 他悄悄将滑子放进抽屉 然后拿出便宜的大前门 随手丢给其他士兵 但士兵不知道的是 新来的指导员不但抽得起滑子 还每天吃着进口零食 真皮背包里放着粉色保温杯 还有名贵的雪花糕 男人名叫赵萌生 是个官二代 为了在仕途上能更好的晋升 他被母亲安排到基层镀金 熬上两个月然后调走 但连长梁三喜却不知情 对新来的指导员十分热情 为了欢迎新来的指导员 士兵吹响集结号 集合连队为赵萌生召开欢迎会 这一番话说的赵萌生心绪不已 士兵们热闹欢迎的掌声 更是让他十分尴尬 但更尴尬的还在后面 第二天的十公里负重训练 赵萌生就暴露了自己娇生惯养的本性 不但装备让小跟班辈 自己没跑几步就气喘吁吁 要搀扶着才能继续 士兵们看着这个若不禁风的指导员 纷纷投来了鄙视的眼光 这是一个拍马屁的小兵 想要过来讨好赵萌生 但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心直口快地静开来打断 有什么高点你冲我静开来说 就这样静开来和赵萌生结下了梁子 到了晚餐时间 士兵们都狼吐虎咽 吃得津津有味 唯独赵萌生看着手里的馒头 反脸嫌弃吃不下口 这让静开来十分不熟 这时拍马屁的小兵又走了过来 想再次讨好这个新来的指导员 赵萌生顺手将馒头塞给了他 小兵也不想吃剩的馒头 于是偷偷塞给了静开来 静开来气不打一处来 拿起馒头往桌上一拍 又给还了回去 赵萌生一乱 直接将馒头丢了出去 连长见情况不对 为了保护正直的静开来 只好拿过馒头自己吃了起来 静开来作为连队的优秀射手 因为不会拍马屁 经常得罪上级领导 所以一直得不到晋升的机会 连长知道赵萌生不愿意待在连队 但还是对赵萌生照顾有加 希望他能尽快适应环境留下来 但赵萌生却每天数着日子 希望母亲能将自己调回去 这天他终于收到母亲的来信 信上母亲告诫赵萌生 调动的事情已经有了眉目 一旦接到调令 要立刻离开部队 因为他所在的部队 即将参加队越自卫反击战 看着报纸上的新闻 赵萌生被吓坏了 每天都心神不宁等待着调令 这天连长告诉赵萌生 自己的探亲报告已经下来一个月 妻子已经身怀六甲 每天都期盼着他回去 但赵萌生却一点不耐烦 连长看赵萌生有一些反常 加上看见报纸上的报道 连长瞬间明白 前线可能要开拔 靖开来已经给连长买好车票 回来得知战争要打响 连长已经无法回家探亲 但指导员赵萌生 却想着法子要调动 气得靖开来破口大骂 只要是共产党做件事 这个老娘们 要胆敢在部队上前线的时候 把你这个花花公子给我调回去 你看着 我要不自飞上北京告子去 我就不是靖开来 就在士兵紧锣密鼓备战的时候 指导员却通过关系要调走 赵萌生收到调令之后 高兴地拿出两瓶洋酒 邀请连长晚上一起吃散伙饭 一向好脾气的连长 得知在国难当头的时候 指导员居然要临阵脱逃 忍不住将赵萌生骂了一顿 你是拿我们酒连一百多号人 开玩笑 滚 现在你给我滚蛋 奶奶的 被连长当面拆穿呵斥 赵萌生脸上也挂不住 起身收拾行李就要离开 这时连长又开始好言相劝 希望赵萌生能明白 穿着这身军装的职责就是保家卫补 最终在连长的劝报下 赵萌生还是坐上了去前线的火车 火车上士兵有说有笑 没有丝毫紧张和害怕 唯独赵萌生神情恍惚 一想到自己可能死在战场上 赵萌生愁得连饭都吃不下 一旁的靖开来见状 立马出言嘲讽 赵萌生听着十分不熟 但也只能憋着这口气 很快部队就抵达前线 连长来到边境查看情况 看见学校被炸成废墟 敌人也早就修好碉堡 向炮口对准了我们 靖开来忍不住破口大骂 很快九连就和大部队会合 坦克大炮也已经抵达前线 就等军长一声令下 对月自卫反击战就将打响 与此同时 赵萌生的母亲却愁得不行 这个瘦弱的老妇人 曾经在宜蒙山区战场上 救下过指挥官雷军长 再三犹豫之后 他决定给雷军长打去电话 这边指挥部正在紧锣密鼓布置作战计划 突然电话响起 雷区长接起电话 本以为是上级有什么命令 但电话那头却传来一个老妇人的声音 希望雷军长念在往日就他一命的恩情上 将他儿子调离前线战场 没等赵萌生的母亲说完 雷军长就气愤地挂掉了电话 然后紧急集合所有部队 要在动员大会上 当众批评赵萌生 师长一番严厉的批评 让士气大受鼓舞 但却让台下的赵萌生羞愧难当 恨不得找个地凤凡进去 军长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士兵都知道批判的就是赵萌生 动员大会之后 赵萌生躺在地上一蹶不振 再也没了高干子弟的傲气 就连华子也没心思再抽 即便是这样 连长也没有放弃赵萌生 他点燃一根烟 然后递到赵萌生的手中 正想开口安慰 一旁的士兵却开始出烟嘲讽 嘲讽赵萌生就是贪生怕死的逃兵 打仗还得靠穷人家的孩子 就连平时吹嘘拍马的小兵 也开始对赵萌生冷嘲热讽 别看咱段隐国不咋地 报效祖国 咱也愿留点血 可耻逃兵者不可当野 赵萌生再也受不了 当被军长当众批评 又被战友大骂是逃兵 赵萌生就是在贪生怕死 也受不了这种屈辱 他让连长集合全联 眼神里透露着坚决和果断 战友们的冷嘲热服 唤起了他作为军人的血性 从先的起 谁 要是再敢说我赵萌生贪生怕死 我跟他 跟他刺头戒红 是英雄市高中 在这场的街 说完赵萌生掩面痛哭 就在这时 连长又宣布了一项命令 上级决定将靖开来提拔为副连长 大家纷纷鼓掌庆贺 但靖开来却高兴不起来 在部队待了十几年 他知道战前突然提拔 意味着自己可能有去无回了 作为铁补蒸蒸的中国军员 他从来不怕流血牺牲 但如今心中却有了牵挂 等到部队解散 靖开来独自在帐篷里 看着眼前妻儿的照片 他拿起照片忍不住亲了一口 想起了自己勤俭持家的妻子 和那个永远吃不饱的儿子 这一去可能就是永迭 士兵一旦剃掉头发 就意味着将九死一生 刚被提拔为副连长的靖开来 即将带领尖刀连执行穿插任务 一旁没心没肺的士兵纷纷围了过来 嚷嚷着让他请客吃饭 本身并不富裕地靖开来 却掏出十块钱 让士兵去买两瓶好酒 然后又拿出珍藏的划子 撕开之后扔给了士兵 人之将死总要大放一回 就连平时抽大前门的连长 也买了一包好烟 两个老战友相视一笑 都知道这次是有去无回 为了给尖刀连的士兵送行 吹噬班长煮了一大锅饺子 靖开来也拿来两瓶好酒 要和士兵们不醉不休 这时赵萌生也拿出自己珍藏的好酒 我这事我也没死 哪有玩意啊 娘们喝点 靖开来一句无心之言 却刺痛了赵萌生 他拿起酒瓶往桌上一敲 然后倒掉瓶中的酒 所有人都愣住了 赵萌生独自生着闷气 靖开来知道自己说错话 伸手抱住赵萌生说道 志导远 过去的事我不提了 严福之你在提 来 最终两人握手言和 一碗白酒下肚 以男人的方式和解了 一直喝到深夜 酒桌上只剩下连长和靖开来 喝完靖开来请求连长 尖刀牌必须由他来带 虽然之前他看赵萌生各种不说 但关键时刻 他还是不忍心 看着没有战斗经验的赵萌生去送死 但连长却拒绝了靖开来 说自己作为连长的职责 就是在战场上带头冲锋 但靖开来却不同意 我靖开来可是弟兄四个 死了一个还有三 三上断不了烟火 可你两三喜不行 你两个哥哥都不在了 有老娘 有玉秀 那个不知难不知你的下一代 说完两人都哽咽了起来 作为军人他们不畏惧牺牲 但却害怕和亲人分离 很快战斗就打响 猛烈的炮火铺天带地 朝敌人的阵地飞去 轰炸过后 连长带着士兵率先出发 他们的任务是抵达敌人的后方 在指定位置对敌人发起进攻 一路上不但要绕过敌人的狙击 还要在茂密的雨林里砍出一条路 但上级却嫌他们行军速度太慢 连长只好下令轻装上阵 只带上武器弹药和干粮 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奔袭 九连成功到达了指定位置 短暂的休息之后 朝敌军阵地发起了进攻 连长一脚踢开赵萌生 自己却被敌人的子弹击中 倒在了战场上 赵萌生见连长因自己而牺牲 愤怒的猛锤一面 然后大喊着拿起机枪 朝敌人疯狂扫射 一旁的士兵担心指导员重弹 一把将他拉回了战壕 但赵萌生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不顾士兵的阻拦 又拿起一捆手榴弹 一把推开士兵 独自一人朝敌军的堡垒冲了过去 拉掉引线往里一扔 炸毁了敌人的碉堡 成功拿下了敌人的阵地 这时士兵们发现敌人的碉堡 居然是拿我们捐赠的大米堆起来的 而在那个年代 我们还有很多人吃不起饭 但却用两百个亿的物资 换来了敌人恩将仇报的子弹 很快九连就遇到新的麻烦 虽然成功拿下敌人碉堡 却因为支援部队迟迟没有抵达 被敌人切断了水源 最后一滴水已经喝完 再不突围找到水源 九连就将全军覆没 副连长静开来决定铭而走险 去敌方占领区砍一些甘蔗回来 我就不信 二百个亿换不过来的一空 砍你 一般 跟我来 好 走 静开来忘了没有想到 在砍甘蔗的时候 静开来不幸踩中一颗地雷 队友将它背回来的时候 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说完便牺牲了 大伙都悲痛万分 面无表情吃着甘蔗 最终靠吃静开来砍来的甘蔗 九连等来了支援部队 再次朝敌人发起了进攻 面对敌人密不透风的碉堡 一名小士兵扛起火箭筒 装上炮弹之后瞄准发射 没成想是一颗哑弹 士兵迅速换了一颗炮弹 没想到又是一颗哑弹 还没等小士兵反应过来 就被敌人的子弹击中 这个不到18岁的小士兵 就这样牺牲在了战场上 一旁的老兵拿起炮弹一看 上面日期居然写着1974年 好在他找到一颗好的炮弹 一炮成功摧毁了敌人的碉堡 士兵们迅速发起冲锋 朝敌人疯狂开火 最终成功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但连长和副连长却都牺牲 永远留在了战场上 赵萌生从连长胸口掏出一张纸条 这是一张被写染红的欠条 上面清楚写着 这些年连长为父亲治病借的钱 赵萌生一下就红了眼眶 然后将欠条装进口袋 连长未完成的事情 现在就由他来完成 部队在百姓的欢迎中凯旋而归 打了胜仗的赵萌生却一脸严肃 丝毫开心不起来 因为有太多战友牺牲在了战场上 回到营地之后 指导员赵萌生接到一个电话 指导员气得火冒三丈 最终上级还是没有改变决定 在追悼会上 所有劣势家属都领到了勋章 唯独禁副连长的妻儿 什么也没得到 赵萌生于心不忍 于是拿出自己一等功的勋章 双手递给了靖太来的妻子 并且告诉他 靖副连长在战场上 三次打退了敌人反扑 并且救下了九连所有人 得知自己的丈夫 并不是因为犯错才牺牲 这个朴实的女人终于释怀大哭 在赵萌生的努力下 雷军长终于知道了靖开来的事迹 他要求团里的宣传干事 三天之内为靖开来正宁 不给靖开来立功 天理难容 与此同时营地来了一位老人 想要探望自己受伤的儿子 柱子 爸 爸 孩子好吗 爸 我是金山 可老人一低头 看着空荡荡的被子 顿时感觉到不对劲 掀开一看 才发现儿子失去了双腿 老人悲痛欲绝 这场战争带走了太多东西 也改变了无数个家庭 十几天后 连长的家属也终于抵达营地 为了省下路费 他们下了火车之后 带着当当出生的小孩 一路爬山涉水 步行到了营地 赵萌生听完一阵心酸 得知大嫂因为伤心过度 已经断了奶水 赵萌生连忙去买卖乳金 给连长的孩子补充营养 到了夜里 大嫂来到连长的坟前 抱着坟墓嚎啕大哭 就在这时 雷军长也来到了墓地 原来他的儿子 也在战场上牺牲 那个炸雕堡 被子弹击中的小战士 便是雷军长的独子 很快连长家属就要回乡 在给他们送行的晚饭上 大娘举起酒杯告诉雷军长 说完大娘喝下了这杯烈酒 所有的悲痛都随着这杯酒 咽了下去 吃完饭后 大娘撕开衣服外层 拿出一个袋子 里面是连长牺牲的抚恤金 550块 还有省下来的路费 一共620块钱 这是连长生前为父亲治病 借着战友的钱 大娘请求赵萌生将这钱还回去 所有战士纷纷都站出来 表示要为连长还账 但大妈却坚决不同意 人死账不空 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信任 第二天一早 大娘和嫂子来到烈士陵园 抓起一把黄土和连长做了最后的告别 成千上万的烈士 将在这青山面前长眠 时至今日 战争似乎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 它变成了游戏里的画面 电影中的剧情 但请不要忘记 在那些遥远的青山里 埋葬着许多为国牺牲的战士